近日,2020年香港小姐竞选活动已经开始 7月23日,入围的16名嘉丽首次在媒体面前集体亮相 主办方表示,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香港小姐选举非常特殊 未来港姐选举将会根据疫情发展采用网上竞选和现场竞选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港姐选拔 多名嘉丽表示,在疫情之下,大部分竞选活动转为线上 但是这没有影响他们的心态,他们会更加珍惜这次难忘的经历 当日,范倩文,侯嘉欣,邝美玄,麦世琴等入围的16位嘉丽 全部上身穿着白色背心,下身穿着紧身牛仔裤 脚上穿着夏日高跟拖鞋,依次在舞台上走秀,展现风采 他们带着充满自信的笑容面对传媒 最后16名嘉丽一起进行了大合照 16位嘉丽的年龄介于18岁至26岁 既有市场经理、护士,也有学生、自由职业者 多位嘉丽表示,在疫情下进行选拔活动 心态是会有一点点紧张 但是他们会全力做好防护措施 我觉得今年主要因为疫症的问题 所以我们多了很多训练都会在家里进行 有一些例如大家都会在直播中看到 例如一些营养的环节 又或者有一些化妆的训练都会在网上训练 到今年知道疫症的问题 令大家更加珍惜原来港者有机会都会停办 令到知道所有东西都不是很必然的 想更加珍惜这一次的机会去参选港者挑战自己 希望可以在这个疫史里面仍然能够可以继续进步 因为疫情关系,现在很多的训练都变成了online 但是跟以往是有点不同的 我们都不会受很大的影响 反而我觉得更加有趣 online可以多一些和网民互动 又可以留言 我也不担心的 因为TPB都做好防护措施 也有消毒的大口罩 每人保持一些距离 所以都是非常放心的 记者发现当日主办方TVB 在入围嘉丽传媒采访时 安排了很多防疫措施 首先记者入场时需要医治通过消毒通道 其次在访问嘉丽时 需要隔着玻璃板进行采访 主办方表示 2020年港姐首轮选拔过程 就采用了网上面试的方式 接下来还会安排嘉丽们进行网络直播 让市民投票选出心目中的十强嘉丽 嘉丽们可进行网上拉票 主办方还称 最后的决赛环节会根据疫情变化调整形式 决赛可能不会开放给公众进场 而是只邀请TVB艺人录制节目进行选拔